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还不来饭啊 饿死我了 别老想吃的 咱俩想吃的 咱俩朗诵 分散注意力肯定管用 那你说吧 那你说吧 岁月从孤岛上流失过去 银姬在波涛声中长到了十七岁 她学会了许多好听的歌 但最爱唱的是爸爸的那首祝福歌 记得有一次 岛上来了一位教员 父亲就拿出歌谱来叫他学 岳下来了一位教员 岳下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唱什么唱 开饭了 刚才好久没吃肉了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什么吗 宇大爷 谁说这个 我是说最想吃什么 咱们要吃上个红砂碗子 不对 我让我出去 现在也到心情饭店 肇死脆的 首先我得点一个罐门牛肉 还有奶油烤杂味 最后再来上一碗罗送汤一酒 那就没治了 怎么那么难吃啊 都是让你说的 弄走就吃不下去了 是不是要给我这老吃不够 我拉倒吧你 咱们那水天火热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能熬出死活 许軒 收拾东西 滚蛋是吗 想什么呢 赶紧拿炖给我走 赶紧拿炖给我走 师傅 不会给他储了吧 三年教养 够便宜你的了 那我呢 瞎打听什么呀 等着吧 俊 没事了 没事不两天我去找你了 佛爷 你不用安慰我 哥们不处 算您快点 一会儿就过了 哥们省不得你 哥们 别这样 我们很快就会拥在一起的 方圆 谢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 你要是这么说就不把我当哥们了 我想拜托你这件事 你要是出去了 一定帮我去找乔乔 就是我永远想的 我一定 把这风气一定给他 你搞什么名堂啊 弄得跟生理死别似的 快快快走啊 你们这些哥们意气 全瞎扯淡 快走 ?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 你们再也且 дел了 一百一十二字列车 天要去站了 天下的车站到 八号站台东西 你让他哥们冰谱去当成 去成个冬鬼建设冰团了 你爹也退不是东西了 干嘛把你们哥俩给发冰团去了 这不分别让你们俩吃二冰谱 说二十二岁吗 你骂谁爹呢 就着我爹的冰团自令 吃我二岁了 伦长母男 别逗了 以后你爹看着你们俩 还不得天天论着鞭子 就抽你们两个小时候黑放牛啊 我爹下不去那手啊 你爹才洗人手辣的 赶没仗 不是打死了好几根了吗 你看我一刀兵 我爹还敢打我吗 听说你们冰团那爹是老土匪啊 我怎么没听说啊 你看 别看你爹的冰团司令 相应还没有我灵通了吧 据说左山调和罗安平 罗安复官还有一左毛的后代 自从桃园三节以后 在东北要拉起支队 我怎么揭竿而起呢 别哭了 你就编吧 蒙那会儿孙子 那儿来行吧 那你就甭管了 那你就甭管了 你肯定冲匪了吧 你们就跟东北等着吧 哥们率领剿匪先遣军事随后就到 我还要帮刚刚高旅长 一定替我给小长宝带个话 让他永远等着我 就说我卓正为想他了 瞧你德行 你还是想让你那护士去吧 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去医院找过他了 没有 别不承认 真的 我 我不生孩子 我找他干嘛 哥 我拍上了 你别瞎说啊 怎么可能呢 不是 你们说谁呢 是说李白灵的吧 冯昆 你到医院替我跟李白灵道个别 说我让他继续坚持游击战 我们大部队 总有一天是要打回来的 让他千万不要闹情绪 做好圈子们的思想工作 并请他转告北京所有的丸主同志们 不要怕自己的谈谈观观被打了 不要去计较那一村一地的得丝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打他部的专业 就是为了将来要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之所以要暂时放弃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存这个地方 不是 你们俩贫不贫 到了东北介绍军党赶快来信啊 别让哥们儿老撕念 信写哪儿 您马上也要当兵去了 就写给李白灵转我收 到时候把我当兵的地址告诉李白灵 你不给我写信啊 连自己名都不给我写 还看什么信啊 你别踩过人啊 我到时候找人给我念 是不找那个人给念啊 谁啊 他让我带他去看 芭蕾舞红色娘总军的演出 我怎么办啊 我知道怎么办 我早带他去看了 美气 冯枯子 一定带我去看看方言和许迅他们 就说兄弟我等不及先走了 好 王尔海的孙子怎么还不来啊 王尔海的孙子 这大骰棍中的群影啊 那大骰棍来了 这儿呢 哥 他后边的女孩就是瞧瞧 这也忒一般了吧 冯夫子 没你说那么邪伙啊 就为这女孩弄你们大口舟遮了 我没说过啊 不是 你看我干什么呀 我也没说过 是高进说的 是不错 怎么了 青山里出西枝 山上帮我还喜训喜欢来的 别提了 地铁坏了 我和乔教跑着来了 乔教 过来啊 没事 快过来啊 是害羞还是害身啊 跟我来架子 有你什么事啊 我和乔教 大哥 真是个高扬 你好 瞧瞧 再见 汪若涵你真行 当心许训出来杀了你 再见了 想你们 我们昨晓天要打回来的 有名了 疯苦的你怎么了 你肚子疼啊 你别管管 你要是肚子疼赶紧放毛啊 你大爷过去边去 你这一哭吧我也头难受 明日我走你不许哭啊 你真是死了我都不会哭呢 走吧 高阳他爸曾是四野的一只 号称天下无敌的王牌军军长 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临时兼任了东北某生产建设兵团的司令一职 为了掩人耳目 他把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发配边疆 美心名为劳动改造 实则是在曲线救儿 刚到东北没几天 这哥儿俩就戴上了领章冒灰 躺而黄之地走进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告别完高阳高进哥儿俩 冯库子眼睛未干 便甜言蜜语地哄着卓月 带他去找那里面铃 一人的皇上 就我这儿到了 到了 到了 咱俩这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怎么敢让他们吃饭 你说到你心里来的泡饭能吃吗 那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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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脸 你们干什么呀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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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人长得怎么都跟一个妈生的似的 看准了再叫啊 别瞎 我发现这儿已经提前就是共产主义了 干咱俩先吃饭吧 我也正有此意 同志 有饺子吗 想什么呢 你们怎么又来了 我可是第一次啊 你改趋势员了 我这儿学雷锋帮厨呢 那你亲父也不伤伤我 臭德行 严肃点 这可是部队 我现在是军人 你们快走吧 别给我捣乱了 那我现在是军人家属啊 我们是来探亲的 我没给你开玩笑 房库的同志 快走吧 那你得让我们把肚子给打破了吧 就是 这又不是我们家食堂 算我求你们还不行 一会儿我们指导员看见可就坏了 我现在正在积极争取 尽早解决组织问题呢 那你也不能因此就一年土二年养 三年就不认丁和娘了吧 给我盛点饭呗 别理他惊讶 我没共和你们臭贫 去 你们自己上街吃去吧 挺少啊 不是一般的少 不少了 不少了 五块钱都够你们俩吃顿老沫的了 够什么呀 顶多要一罐鸡鸡鸡鸡牛 你不知道老沫现在涨价了 瞧你这冰当的 涂老帽了吧 那你们就去吃心情吧 行吗 缝裤子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再多给点 我就这么多了 借 借给我五块钱 拿着快走吧 你拿我们当要饭的了 她还真生气了 你看你把人给伤的 她肯定有得哭一鼻子 这钱我先替她收了啊 她哭干我什么事 我反正已经做到人之意尽了 我现在得积极要求上进 可不能像过去了 大好的时光都给耽误了 你知道吗 青春可短暂了 我支持你 那你还不快走 你能帮我搞这 芭蕾舞公司娘子军的票吗 你怎么也想起看这个了 我们家外地来一亲戚 说来到我们伟大组络首都 要是不看看无穷花的大腿 就等于跟没来一样 别胡说 我没办法 我表姐老想看我都没管 你了解吧 冯月 冯月 跟这种白眼蓝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不走我走了啊 来了 来了 高杨呢 刚去东北建设兵团了 踏着他就不影响你进步了 到时候他会给你写信的 再见啊 卓月 方言出来没有 对啊 你的呼朋狗友可真够多的 你别瞎说 这都是我过去的同学 对啊 你到了部队可就得马上给我写信 记住了吗 我什么都忘了 也不会忘了先给你写信 我保证一天一封 那可不行 每天一封会影响你工作的 我到部队的工作就是天天想你 给你写信 你老给我写信 让你领导发现了可不得了 为了您有什么都不在乎 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不想让你走了 那我就不走了 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呀 乔乔 等着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永远等着你 回去吧 别动着我 你快就会走 你走 我认识的话 我认识到你去吧 和你的人 我认识到你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就只好不辞而别了 这次没能带你看成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演出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真的 白山姐 我感到很内疚 不过我向毛主席保证 等我演出回来 我一定会好好弥补这次给你造成的重大精神损失 当然 也不知道我回来的时候 还能不能再见到你 还能不能吃上你给我煮的面条 即使再见到你 我可能也没有这个勇气了 因为 白山姐 我打心眼里 特别特别地喜欢你 真的 我向毛主席保证 我们之间的友谊 永远或是最纯洁的 白山姐 如果我恰早回来 见不到你了 我会跟你写信的 到时候你会给我回信吗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愿我们的友谊 万古长青 你的弟弟 卓越 卓越和冯库子他们 都先后离开了北京 成为了我军各军兵的一员 就在卓越他们离开北京的第二天 我被释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一个个 全都舍我而去 我满怀激情地挨个去找他们 结果令我大失所望 我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还未满月 就被他的父母无情地抛弃 我满月 2 3 5 5 6 7 7 8 8 9 9 10 11 你找谁 请问这是李白灵家吗 对啊 那李白灵在吗 他在部队呢 他也当兵了 对啊 你找他有事吗 没 没什么事 我表面的男朋友可真不少 老有找他的 我不是他男朋友 是他同学 他们也都这么说 都谁们呀 说了你也不知道 李白灵在哪儿当兵呢 对不起 我表妹不让说 告诉我 没事 我和李白灵是特好的朋友 你刚才不是还说 你不是李白灵的男朋友吗 你这人真矫情 什么是矫情 你是外地人吧 真土 听不懂我们北京话吧 我是土 可外眉间你有多洋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不告诉我李白灵在哪儿当兵 我就不走了 你们北京人怎么都会是这样呢 哪样呢 脸皮厚 你让开 我马上还要去赶火车呢 你要去哪儿啊 我送你吧 用不着 家里有车送 我看你脸皮比那些人还厚呢 你说高阳他们吧 你认识他们吗 其实只是认识 那你能告诉我 一个叫卓越的在哪儿吗 那你得先告诉我 李白灵在哪儿 我告诉你 你可不许对李白灵说 是我说的啊 我向毛主席保证 我表妹就在军区总医院当兵呢 谢谢你啊 你叫什么 方言 白灵说的就是你啊 你还没告诉我呢 卓越当兵去了 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当兵去了 请问李白灵在哪儿啊 刚才还在呢 可能去厕所了 好 谢谢啊 李白灵 李白灵 李 李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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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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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有人呀 我不是说我还没打倒的汇声呢 那我一大婚也不让尿给憋死啊 至于吗 快点 你在这儿我尿不出来呀 怎么那么多毛运呀 谁还看你似的 又又又我这肚子不行了 我还想拉口屎呢 你这儿拉扣子里不许在这儿拉 那我上你家拉去 方言 你真讨厌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昨天 你好方言同志 欢迎你归队 你在厕所里欢迎我呀 你在医院大门口等我 我去换衣服啊 来 喂 你慢点啊 德行 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呢 我在里边天天数着日子 真是肚子如年啊 想我吗 有点 什么叫有点 真的有点 你不跟我说实话 刚安可都跟我说了 说什么 他说你特别想我 你听他胡说呢 你真没劲 那你想我吧 那当然了 怎么个想法 就是 工作的时候老分析 你穿上军装特漂亮 你什么时候当兵去啊 不知道 我爸来信说 现在我在家好好闭闻思过 你是在好好反省了 咱们也都老大不晓得了 是该想想自己的前程了 呦 当个兵就是不一样 说话都水平了 不是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可不可以采货啊 哎 那刚安他们走的时候 你是送了吗 没有 我当时特忙 这是新军训练的关键时刻 他们太不仗义了 也不等着哥们 你也是的 你要是万一出不来 他们大家伙还得排着苗啊 你什么意思 你盼着我出不来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那些哥们假仗义 早晚会过时的 什么叫假的啊 那我就永远不会 那是有人背叛了你呢 那我也不会计较 反正我是永远不会 背叛哥们呢 哎 你不会背叛我吧 你想哪去了 这两回事 哎 你得干涉我件事 你说 说你以后 你不许再打架斗殴 要哥们叫呢 就你爸叫你自己去 要是毛主席叫呢 毛主席他老人家 才不会叫你去呢 他老人家有八三四一 那没错 万一哪天他老人家 让我去前线打仗呢 要终于我这天 那我就陪你一块去 好久没花冰了 我也是 咱俩哪天去滑冰吧 不怕影响你工作啊 不会的 咱们可以星期天去啊 还要等一个星期 太漫长了吧 这说明你很在意我 知道吗 我在里面的时候 想你想都快疯了 要是没有你 我会感到特别地孤独 你终于说实话了 你试着 如果你试着 你你试着 不知录像 你试着 你试着 还认识我谁吧 我谁都不认识 你哪儿呢 我就是上回那个 你别拿枪瞄着我呀 没事 你别躲 我枪把准呢 说打你鼻子就不会打你耳的 你怎么打我车呀 那你就出来让我打 要不然我只好拿你的车练枪法了 我可不来打架打 你还打可别忘了不客气 这谁也这么缺德 这谁也这么缺德 没事了出来吧 是瞧瞧吧 你放眼吧 没事上来吧 挺进的 你进吧 你请坐吧 给你倒水 别了 这么客气干吗 这不是外人 我这不是客气 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 可是稀客 你可别把我当客人 我和许昕是最好的哥们 许昕她还好吗 她跟我关在一起的时候 老是跟我讲你 我有什么好讲的 你就别谦虚了 许昕说你是天下最可爱的女孩 还说如果我们俩能一起出来 她首先要带我到你家来见你 她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要给我惠声惠色的奖项 几遍你和她的故事 我看她想一想的都要发疯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去拿扫子 吃吧 这是许昕 被劳动教养走了那天 特意让我带给你的信 来 我来 脸 晓晓 我有预感 我可能出不去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到你 我每天晚上都会梦见你 梦见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 那美好的一切 在我的梦里 怎么都挥之不去 早晨一睁眼 我总会朦胧地感到 眼前仿佛有 无数个可爱的乔乔 抱着吉他边弹边唱 笑着向我走来 然后又渐渐地离我远去 瞧瞧 如果我真的出不来了 你会来看我吗 你会等着我吗 我现在唯一的寄托 只有你了 你不会怪我吧 我那天那么冲动 干了件连我也不明白的事 可我并不后悔 汪如海永远是我的好哥们 我就是为哥们而生的 自然会为哥们去死 当然更会为你去拼命 只要你需要 想念你的许许 想念你的许许 你要想去看他 我陪你去 我陪你去 你不舒服了 你不舒服了 就是不知道见了他该说什么 还跟原来一样呗 该说什么说什么 怎么会一样呢 没那么简单 反正你得装得特高兴 别老哭哭啼啼的 这样我影响许许许的 谁都哭哭啼啼的了 我见许许许本来就特高兴 干吗要假装啊 那我今天见你上路 一直都不高兴 想能说点别的吗 汪如海这孙子 忒不仗义了 原许许许是为他遮的 他他跑去当兵了 你希望他陪许许一块坐牢啊 他最起码应该去看看许许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看 那你又怎么知道他去看了 我陪汪如海去看过许许 去楼所根本就不让看 而且当时许许已经被转走了 他知道许许被教养了 就跟人家去劳改农场去看他 我发现你这人挺矫情的 我倒觉得 觉得什么 算了 你不说我就不走了 我觉得你没有许许说的那么可爱 你等会儿我 我气不动啊 你等会儿 你的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怎么就没徐训说的那么可爱了 本来就是 那你总得说出个理由来吧 这还用理由 凭感觉我就知道 你是那种特自私虚伪的女孩 其实你怎么看我一点都不重要 我又不跟你好 那你还老追着我问 我懒得理你 你怎么还没完啊 我肾虚 你急什么呀 我也要上厕所 这没厕所 你就在野地里凑我这尿吧 我发现你这人跟他们都不一样 别夸我 这人不惊夸 这没自知证明 谁夸你了 我说你比他们都有 对我的评价还挺高的 真不要脸 不跟你说了 说不过你 你快点帮我给你放风 我不去了 你别憋着 憋着多难受啊 真下流 你别都这么进尺了 你误会了 我是说你别憋着 不跟我说话 小心别说病了 我发现你这人挺逗的 求求你千万别再夸我了 我这人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就说我敬你表扬 一表扬我就特容易骄傲自满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 真的 你说我怎么跟他们不一样 我可不会再表扬你了 免得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你再怎么表扬我 我也还姓方 瞧瞧 给我弹那儿吉他吧 谁给你弹的啊 那我给你弹 你还要弹吉他呢 还凑啊 我这儿瞎弹什么呀 回头让人看见了不好 老爷 你为什么不去当兵啊 你以为是个人就能当兵呢 是因为出身吗 我出身好着呢 从小就根红苗正 那是因为身体 我除了老尿炕 什么病都没有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要等着许迅出来 他现在身边一个哥们儿都没有了 我要再当兵走了 他会觉得孤独死了 可是你现在也不能跟他在一起啊 你这样等着他也不管用啊 谁说不管用 只要我还在北京待着 就是对许迅最大的安慰 光荣海也没离开北京 他就在北京郊区当兵呢 那不一样 只要他当兵走了 就是脱离了我们这样的群众 你怎么不去当兵啊 我们家不让 再说我也没什么门路 我觉得不当兵 和你们这样的人在一起也挺好的 我们这样的人 你别骄傲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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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